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再一次 我是郭浩中老师的那个博士实验室 那今天我会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细光子应用于共封装 就是我比较着重于元件方面 那等一下会有人介绍共封装的方面 那还会有人介绍下线的方面 那我就献丑一下就介绍一下元件的方面 那首先我们会讲说 为什么我会需要细光子 那当然我们就知道 现在我们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就是说大概由Intel所提出 就是每两年或每18个月 那我们的电晶体在晶圆上的数量 就会成倍翻涨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自从28奈米之后 我们摩尔定律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的放缓了 那然后我们的cost也没有下降 反而说我们的cost已经慢慢的也在往上升 但是由于像AI IoT等等的东西出现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demand 我们的对于power跟演算力的那些的需求 我们反而成爆炸性的生长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别种方式 我们来跟上我们所谓的需求 那这种东西我们就是需要所谓的细光子 那我们细光子我们是要做什么 那它的目标是干嘛的 那细光子的目标 其实就是我们把全部的东西 以前我们用电做的东西 我们把它现在我们把它改用光来做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整合的像光源 我们的调变器 我们的detector 然后还有整整的被动元件 我们把它通通的把它整合到我们的细光子晶片上 那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EIC跟PIC Photonics的IC跟Electron的IC 把它整合 通通整合在一起 就是像这一张 这边没有 也就是像整合到我们最后这一张 就是把它通通的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这有什么优势呢 那首先我们知道光的频宽比电还大 所以我们可以传出更多的讯号 那像现在400G 基本上已经很接近电的极限 但是现在我们要求的1.6T 3.2T 这些电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势必得要用光 那光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热 热对于data center来说是非常critical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manage我们的这个热 那其实很多的能源在data center 很多的能源用电量是耗在控制热的这个方面上面 那光的话也就可以进行很好的 它就基本上它就不会那么 比起电来说它就非常就不会那么放热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优势 就是还有energy efficiency也是刚刚讲热的方面 那最后的manufacturability 那基本上现在矽光子它们 我们现在也是着重于说 让它可以跟我们现在的CMOS制程做相容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CMOS制程可以相容 我们大部分的矽光子元件 那所以矽光子它最后的运用 就是可以运用在所谓的data center 那还有我们的telecom 然后sensing 以及我们现在很夯的量子演算 那就是包含各种方面 不只是industrial 还有包含我们现在的消费性的东西 之后都是可以包含在我们的矽光子里面 那矽光子的眼镜 那从我们一开始的最一开始的这种board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最近已经减进到这种plugable 就是它里面这一个原件里面 它本身就含有了pd 跟含有我们的laser source 全部都把它整合在一个plugable的一个模组里面 那之前前阵子台积电台说 就是他们2025年要展示 他们第一个plugable的一个hoop 那它是一个可插拔式的收发式模组 那之后他们有说 他们要展现跟covas做结合 那这是他们2026年 他们会展示这种东西 那基本上这种这一个 是我们最终ultimate的目的 就是把所谓的pic 跟我们的eic 全部通通整合在一个晶片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需要 再经过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因为你每经过一个 这一个东西就是一个loss 那我们就是把它通通的把它3D整合 把我的电的控制的晶片 那一些电晶体那一些的 然后再把我们的光学的modulator 我们的laser那一些 把它通通的整合在我的晶片上 那这一个通通整合在晶片上 第一个它就是low power 那当然它还有所谓的tide density 那等等这些的优势在 那这个是所谓我们细光 细光子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件 那这个是由iMac他们 它所能够提供的一些下线的制程 那它可以提供我所谓的 这是什么photo detector modulator 然后还有H coupler 然后还有所谓的grating coupler 然后还有一些被动元件 然后还有modulator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 为什么我们要用锡 那当然还有很多种 还有很多种元素嘛 像还有你们有看到 这silicon on silicon 然后还有indian phosphor 那当然还有我们现在常在用的 silicon on insulator 这是soi 那当然最主要的是footprint 畢竟以cost来讲说 第一个绝对是最便宜的嘛 silicon on silicon绝对是最便宜 那原因就是因为footprint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 首先我们看这个contract threshold 光跟电不太一样 光很光当你在做waveguide bending的时候 光你当你转个90度的时候 光它不会乖乖的就转90度 它会需要一个 它需要一段距离 那这个距离的话会跟你的 contract threshold 跟你的折射率相关 光喜欢待在大折射率的地方 那所以当我的折射率的差越大的时候 那我这一个bending的时候 在我在做layout的时候 我的这个圈我就可以做得越窄 也就是这边你看 我们可以做到0.3mm 而相对其他的你看 silicon是50mm 然后indian phosphor是4mm 那这个就是会跟我们最后 我们的high density会有关系 那而且不止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silicon 它支援了我们目前 相容我们目前的所谓的CMOS制程 那所谓的 那我们刚刚就讲到silicon waveguide 那silicon waveguide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就讲 它的loss在1310 大概会是0.8db per cm 大概1310的地方 那当我们要一个low loss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我们知道说 当光我们一个plain waveguide的光的时候 它会loss会最低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 比较宽的rig像这样 那它用plain waveguide的时候传播 它的loss就可以降低到0.25db per cm2 对 per cm2 对 那而且这一个loss 它的turning loss 可以小于0.1db 是啊 是相对于fiber fiber它们是用kilometer在算 但是以silicon来说 它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那我们刚刚就讲了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modulator detector 还有各种被动元件 但是唯一一件事情 我们还没有提到的 就是light source 我们的光要从哪里来 那 silicon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书说 但是因为它的 被 它的那个 indirect band gap的关系 导致它基本上 没有办法发光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 别种方式 来把光源接进去 毕竟它叫 silicon photonics photonics 对 那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从外面给它打光 一种是我们把光长 直接长在上面 那所以 我先介绍直接把光长在上面 那把光长在上面的话 它就有分三种方式 一种是 monolithically Hetrogenously 还有所谓的hybrid bonding 那monolithically 就是我们直接长四足上去 那所谓有 之前有intel很早以前有做silicon 拉曼雷射 那后来我们就到了所谓的germanian on silicon 那还有到我们比较最近的germanian tin 的laser 那这种就是比较monolithically的方式 我们直接把它长在silicon上面 那接下来所谓的heterogenously 那heterogenously 就是因为 就直接长indian phosphor 直接想办法把indian phosphor把它长上去 那这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indian phosphor跟silicon它的 向性没有那么好 这是它的latest match latest constants就差太多了 所以长的时候会 有很多defects 所以他们就是想办法 像长很厚的buffer layer 这一类的方式 去想办法把我们的silicon 想办法在我们的silicon上面长出 我们把indian phosphor长上去 然后并且我们可能再结合一些quantum well quantum dots这一些方式 就是我们来让它可以发光 那另外一种方式叫hyperbonding 就是我们就是在别的地方长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bond上去 那左边这一张是用transfer的方式 用transfer的方式把我们的nano laser把它transfer到我们 我们的nano crystal这边 它是一个nano crystal的laser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另外一种light source 那因为大家对于小龙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主要有三种laser 一种是四种 一种是最古老的叫做hyperol的laser 还有另外一种是dfb laser 那还有所谓的fixel 还有所谓的pixel 那基本上dfb laser的话 最主要它就是用我在共振枪里面 它放一个grating 让它在grating里面共振之后 它的出光面会跟我的共振枪是同个方向 那dfb的话就是所谓的surface 它是所谓的上下 上下共振 就它共振枪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它的功率也比较小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做成array 那就是因为它的单一颗的话 它的出光功率很小 可能mW等级 那最后我们比较新的是所谓的pixel 那pixel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它整个 它整个它不需要dbr 它的pixel pixel本身就是用来作为一个共振枪 它的光场会在我的光晶这边给我共振 然后满足一些blackconditioner 它会往上radiation mode 它就会被往上打出 所以它整个光晶都是它的共振枪 它的这一个光晶场可以到mm的大小 所以它这个laser它单颗就可以达到瓦特等级的 瓦特等级的一个laser 所以它的然后另外一个优势就是on wafer的testing 然后它的bin shape我不需要去做额外的加一些collimator 或加一些lens来做调整 它的光场本身就是圆形的 然后divergent length大概就是1度 那一般来说dfb大概是30度左右 然后我们的pixel通常大概是10度左右 10度上下 然后pixel它可以做到1度 然后还有我们所谓的高output power 那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这四种的光源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了internal 然后我们也讲到了光源 那光源要怎么把它打进去呢 最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的grating coupler 一种是我们的edge coupler 那基本上grating coupler它的优势是在于说 它自由度很高 它可以在任何的一个面上面 因为它是作为面 它可以在任何一个wafer上的面去做设置 然后所以说它可以做on wafer testing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于说它的 Wave length 它很 波长很明 对于波长非常的敏感 对于极化也非常的敏感 那所以这些就是edge coupler可以做到的 edge coupler的话它是用mode matching的方式 第一个它的loss相较于grading coupler它低很多 然后第二个它就比较没有那么波长敏感 然后也没有那么对于极化没有那么敏感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只能放在面 也就是说假如你在中间的chip 你只能做p裂之后你才能做测试 那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做即时的测试 那接下来就讲到modulator 那这三种是我们主要的modulator 那所谓的也就是所谓的mod center ring 还有我们的germanian silicon的eam 那它们这个优势说就在于 mod center它主要是用上下的arm 这两个上下的arm的相位差 我们去做调变 那它基本上它就比较broband 然后它也比较不怕热 但是说它的device size非常的larg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需要很大的电压去调整它 那ring其实它就是位于 那ring它其实就是它的缺点就是在于说 它对于温度还有它的波长非常的敏感 但是它的size非常的compact 然后它也比较没有那么耗能 那germanian silicon它其实就是位于两者之间 应该说它的特性位于两者之间 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 就是用我们所谓纯系的modulator 那它其实就是用plasma dispersion 它跟mod center其实有点像 它其实就是用透过电厂来改变它的折射率 然后来做光的吸收 来调整光的电厂以及它的相位 好 那最后我们就讲到了我们的所谓的photo detector的部分 那photo detector那最主要目前最主要的话就是germanian 还有所谓的silicon germanian 是你的波长而定 那这一个波长的话那基本上它主要就是 它会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lateral跟lateral的 还有另外一种是vertical的 那它主要就是把光打进去它会吸收 那这时候它会产生一些optical的generation 那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这一些我们可以去测量它的讯号 那其实现在目前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东西 那它基本上目前其实它的bandwidth已经可以大于43GHz 那其实还可以在现在已经有更高的一些detector存在 那其实最近因为我是做一些小总结 那因为随着我们现在IoT还有AI这一些爆炸性的增长 那所以之后silicon photonics一定是会更受欢迎 因为就如我一开始所讲的 大概现在电到400G左右已经是差不多到极限了 但是现在我们要更高 我们要到1.6T到3.2T 这一个电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所以接下来那由于C光子它compatible 所谓的silicon的CMOS制程 那所以silicon之后还是会占一个很大的主角 然后最后还有我们的silicon的functionality 就是我们要把更多的功能塞到同一个晶片里面 那最后我们就是要做所谓的EIC跟PIC的整合 那相信那由于我们知道台湾在这方面 其实不管是封装系还是这些制程 我们台湾其实基本上都拥有 所以我相信之后还是会占有一个很大的主角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